大家好 又是常公子會客室 又要澄清嗎 每條片的頭都要澄清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順序看的 對 就是歸台的任何政治主張與本人無關 上來會客室就是為了常公子 我的臉很大 我現在很害怕 我現在整天在地鐵被人認到 剛才你見過我之前又被人認到 又是拍北騰常公子 不知道我為何這麼好認我已經沒有做新聞聯播 我看見你我反而不是很確定是你 你見不見我正在仇你 我不確定是你 我整天都被人認到不知為何 都好 多觀眾 大褲最重要是多人認識 你有沒有問他 你有沒有上比特幣的課程 我沒有 我反而問他喜歡看些甚麼 就是亞洲電視 他跟我說很喜歡看 我跟七哥做亞洲談的 是嗎 我都見人敢棍 不好意思 我先多謝各位觀眾 其實最近我差不多隔天是被人認到的 我都很懷疑我們亞洲電視的觀眾群 可能是在港島的東區 我都很懷疑是這樣 因為我大部份被人認到的都是在我住的附近 即是柴灣 杭花村 沙基灣 北角 則如沖沖的那一帶 即是想撞你的可以在上述那些地方找你 是地鐵 茶餐廳 茶餐廳 不要再說太遠了 我們上次你叫賭sir 道士數學 有個YouTube Channel 七萬多人訂閱 上面提倡數學界賭 又會說一些數學的事情 我們上次說了賭博的問題 我是一個賭徒 不用說了 我現在主持這個馬 瘋人 瘋人院 自己不賭 何來可以跟別人介紹馬呢 但我上次說到我是一個非常有紀律 我的紀律就不是說頭主有紀律 我的紀律就是我不會給 每一個賽馬日 我不會給自己輸一個某個數目 那個數目是浮動的 但都是介乎幾百元 最多都是一千元 你看回我的賭博紀錄 我有做賭博紀錄 即是我每一次的贏輸 我都設定下來 今季賽馬到現在我正在贏 我每一次設定下來 我都會提醒自己 為何我上次會輸一千的 總之其實一千元樓上樓下就是我的紀律 贏就贏多於一千的 但輸我不會給自己輸過一千 最近可能找一些提升 贏就馬上跟家人吃飯 對 贏就洗掉 這樣也不錯 什麼都不理會 贏就洗掉 好過輸給馬匯 買了麵膜 洗面膠 起碼見到家人開心 買些東西給老婆 買些東西給子女 洗掉而已 吃一頓好的 不要說話 我贏回來 總之我不會先輸回去 我都洗完了 下次怎樣輸 下次又新的了 下次又新的了 我就堅持這樣的理念 當然如果贏得多 贏過過萬 就買了零計 洗不完那麽多錢 馬上搞租 在戶口裏面再提多一筆 再搞租 我今個月起碼吃掉這件事 我上次贏過一萬 我就這樣做 都是以後就洗掉 你不要理我 總之我把贏回來的錢洗掉 下一次就算是來過 總之我不會 做原來就是 作為all in 去賭錢 你也會遲到all in 對 就是關於 有位朋友的 他就 都幾年前開始有跟我談一些 加密貨幣 比特幣那些東西 我很喜歡你 上來講加密貨幣 我們主要是講一件事 如果想知道更多就一定要報讀這個 我會帶貨的 想知道更多加密貨幣的內容 就一定報讀我們亞洲電視的初級入門班 真的五個小時保證令你就知道整個玩法 如果你的朋友報了我們的入門班 應該不會發生這件事 那件事呢 這件事就是當時比特幣是幾千元 美金 幾千元美金 現在大家就知道是五萬多 六萬 他那時了解完之後 他又沒有立即買 因為買這些貨幣 如果不上課堂 不知道操作 又真的很難去買得到 沒錯 而且比較危險 而且起碼有很多東西有英文 有這樣那樣 又牽涉你的銀行東西 好像麻煩 英文的難不了你 其實很多網友是中文 我也不懂的 我也完全不懂英文的 我都是靠你們的 都告訴我 我們的雞腸很慢的 然後當時他就有口頭閃的後來 我又不斷提 就是說回回一點才買吧 現在還是很貴 當然知道結局是怎樣 哪有回回一點 還有真的有回回一點的時候 他也是沒有買的 沒錯 因為一回他就覺得 會不會大跌的 你不相信就不相信 你相信一半就等於 你還是沒有行動 這個故事最近的發展 我覺得很驚心動拍 其實暫時還是喜劇 但你不知道會不會最後 其實我看過小子也是悲劇 稍後我會解釋 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他一直以來都沒有入市 但近期只是炒火熱 於是他反而現在 他就開始開了一些賬戶 然後就進去買一些 叫做我們叫做山寨幣 即是說比特幣以太幣以外的幣 當然有些人說 以太幣都是山寨幣一種 總之非比特幣 但他買的那些是真的很小很小很小的 還要是第三批次 我想三四批次 我們那些叫第二批次 什麼Valcon 是啦是啦是啦 他再再低一點 我知道哪些了 然後他最近就很積極 我就看著他開戶口 開始入錢下去買 賣賣一下前幾天他跟我說 我All-in買其中一隻 最新的All-in的意思就是 他把他的股票也賣了 手頭的現金 全部賺下去買山寨幣 有沒有一隻 OK 這個就是昨天發生的事 他跟我說他都要賺下去這隻幣 但是呢 所以他還是正數的 他是贏 因為譬如上個星期他有天跟我說 10萬元本贏了5萬 會發生這些事 我相信他現在還是正數的 因為你看到市場都是這樣升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預測他最後 都是很慘地離開這個市場呢 就是他沒有一個停止的機制給自己 他不斷贏 市場不會無止境地贏 在你有生之年都不斷升的 你一定要設定一個目標給自己 就是停了 就是所謂的斬手指了 就開始拿錢出來 可能去享樂還是怎樣 或者自己塞回冷錢包 故事就是他現在還沒有冷錢包 我都沒有的 不要笑 就是好話不好聽 突然間連平台也沒有了你都不知道 這件事最危險 是啊 那個情況就是你想告解世人 告解世人 還有我想提出這個故事諷刺的地方 就是曾經加密貨幣 就是我說比特幣 就是在我眼中 你配合一些資訊是穩陣的 他穩陣的時候就不入市 到現在其實所有人都知道風險是大到瘋了 是 他就反而走過來全入加錄爆卡 還不是比特幣 還不是比特幣 是第三批次的幣 是啊 這次為什麼我覺得我的感受這麼深刻 就是我見證著一個人 又做了這個起承轉合 是爭在結局還沒看到的 我都希望我猜錯 我也希望你猜錯 是啊 那你會不會 我們深入一點的話題 既然你都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是他的老友 那你會不會給一些提示 或者親自打個電話和他聊 我當然有 你有 但是你猜一下反應你都知道了 不如幾天前我跟他說 你都不要全入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錄爆卡 我就說你都不要全入 因為他已經拿一些山寨幣實實有一下跌了 找人接貨 我們叫割韭菜 割韭菜 還不割韭菜 殺得太蠢 他的生存就是為了這一刻 是 莊家炒上去就是為了割你 是 幣的出現就是為了割韭菜 你便知道 任何股票印出來都是為了收割你 是的 那我就叫他 你都可能有一些變回比特幣 或者你認為是相對安全的 然後甚至變成現金 或者你把你的錢出來 你現在又贏 或者你把你投入去的 所謂我本身家 打了一個和 不要說打和 拿回七成 最後我本身就全入十成 現在全入三成我就賺了 另外補貼了我十萬變十五萬 我現在都是阿彥的七成 我拿回六本是不是好一點 然後他給我的答覆就是 你老屁股拿著比特幣 當然要這樣說 我要充大錢 一定要這樣玩 我想問你 他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他的賺錢能力是OK的 他賺錢能力是OK的 是的 即每個月都有收入 是的 他的技能都是高階技能 吞劍 吞火 噴火 那些 他如果有一天輸到差不多 他到時做本業 應該都是可以的 這些其實又不是很大問題 你如果認識他人的性格 你就知道會有問題 其實到最後關於錢的問題 都不是問題 但是當錢你跟自己人的自信 對自己的成就感有掛勾 這個問題可以是一輩子 對 輸錢輸一得大 然後就覺得我什麼都不行 我都是給不上人 即是輸人不要輸陣 對 這個其實竹象棋有句說話 叫做靈氣子物氣勢 好像他的斜感 即是逆後氣兵 是嗎 即是一樣的 後逆氣兵 對 總之不要輸了自己的信心 對 因為這件事比較長遠 你自己一生人有沒有類似的感覺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說經過一次挫折之後 失敗了一些事情 譬如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不要說是輸大錢 很多種東西 結果我的生命就失敗了 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就應該是沒有的 至少錢方面一定沒有 因為我個人是相對沽寒的 是 或者相對謹慎 其實我跟你都是 相對小心 但是譬如事業上 譬如事業上迷失都有的 但也很短暫 因為可能自己很熱愛嘗試 不可以就找其他新的東西玩 發覺也沒有特別的位置 感情 感情也很快 你真是個理智 我也曾經試過年輕的時候 有一段戀情消失了 真的有一些很強烈的感覺 我沒有壓力 我曾經推開了一個窗 一步的 去嗎 是呀 喝了很多酒 樓下那個人差一點 不是 是深夜 結果不知為何住那個地方沒有窗框 人家推開了窗 一步之差 當然沒有 否則之後沒有喝了故事 但一生人試過是兩三秒 我稱呼自己是失敗的 真的不失敗的 但最後經過那一晚之後 最早醒來就醒來 有故事就是不要喝酒 酒是很重要的事 我經常覺得應該是禁酒 不要禁酒 情況是這樣的 你這件事出來 就帶出一個賭博的道理 是呀 還有最重要是我見證了過程 這是最震撼的 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也是很喜歡 我們有時聽很多故事 譬如我現在在你口中 我聽到一個故事 你就會變成他做小說 其實我不相信 有時我很不相信 即是所謂第三者再描述 其實歷史本身也是一樣 其實我不相信 我只是想想一些發生在我身邊的事 譬如真真正的看到怎麼發生 譬如我看見你幾千日比特幣 都沒得騙的 怎麼知道 那些事我才相信 但是我發現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上 很多人就很喜歡聽別人說的故事 如果你不介意就聊天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有個問題 可能不是香港的問題 或者很多人身邊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很不開心 或者覺得自己很沒用 或者我覺得明白一點 覺得生命有個無力感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這些無力感到哪裡來 這些無力感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我聽到別人覺得很好 他又買兩層樓現在收租不用做 他又打一份工作又很棒 那你就會常常去比較你自己 為什麼我又做事做都是可以的 為什麼我又沒有一層樓自住 又沒有兩層樓收租呢 為什麼我買不中那隻股票呢 為什麼我沒有7個比特幣 我只有0.2個呢 你常常聽這些故事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很多故事不是真的 很多故事是第三者描述 有落差 有很大落差 還有很多人是炎耀的 很喜歡炎耀自己的生命 那個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當你是朋友 因為你也會跟我說一下你的暗面 我就不用說了 其實我喜歡說這些東西給別人知道 你知道我的生命怎麼說 我就會 我心裡經常在想這件事 就是我一定要聽到一個 我一定要知道一個真實的故事 尤其是人與人之間 尤其是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明白這件事 我看到別人好的時候 我知道好和壞是同一件事 但那種可能是他告訴你 我當他真的是 我開一間本集社 為何你說困著自己 我好死家很多 家長要求我 我覺得那件事 可能跟以前接觸的中國哲學有關 那些什麼正反雙生 陰陽兩極那些 好和壞都是一體兩面 譬如有一個人說 很有錢在炎耀 我心目中就是想 有錢 即是你經常要顧著這些錢 會不會有一天沒有了 對 過床則厚忘的道理 我會通一點 我不是只是說出來 我真的會這樣想 你還是放在平台 我放在奶泉包 還有我去想 大家最後都是會香的 我是會想這些 還有你看我 這件衣服遮住 我經常都是穿得爛身爛細 那些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 即是他炎耀 他因為在物質上 得到滿足感 我沒有 那我就沒有 對 就是這樣 你現在想得到滿足感的精神 我現在是想要一些空間 即是無論是時間 或是真的那個 physical的空間 真的? 是的 即是空間的意思是什麼 譬如我現在最嚮往的是什麼 假設離開香港之後 就是有自己一間房 房間裡面什麼都沒有 中間就擺了一張 駕駛車 即是那些恐怖片搖搖燈 自己在搖那些 我坐在那裡 可以自己一個 那我就最開心 真的嗎? 真的 完全正確 我現在最嚮往的是這件事 是嗎? 是的 應該很快 很容易達到 有時候我現在回辦公室 如果只有自己一個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都很開心 但如果可以在家裡 就有另一件事 即是門都不用出就可以在那裡 即是挺好的 有個寧靜 有個空閒 自己想想想 你起碼可以作為一個 譬如做完一輪事 你有些時間給自己休息一下 正常的 電腦你都不可以一早開著 有時候都要關機 所以我的處理方法是游泳 我很喜歡游泳 因為游泳真的不能回覆你的WhatsApp I am so sorry 類似這種感覺 我真的不能回覆 那一小時 麻煩你不要找我 我出來又跟你說我剛剛有泳池 我真的不用回覆你 我想回覆你 但電腦不防水 我想是對的 我想大家都需要一個空間 尤其是香港 我想其他地方沒有我們香港那麼有迫切性 譬如現在有時候我們做補習 即是同行 或者我以前都遇過上門的時候 見識過人家的家是怎樣 住公屋 總之本身很小的 住七個人 然後關係一定不好 欠廁所 然後又可能有些家務上的東西 可能互相推搪 看見家裡很髒的 可能有很多矮 吃飯的地方 已經不是說什麼隆屋 不是極端的個案 是住公屋 那這七個人住公屋 那他們的空間是如何 沒有的 其實沒有個人空間 我和你又見到別的東西 那時候年輕人上網稿 那些人是幾千尺 當然也有 兩層也有 比華麗山不是大埔那個 或者我又那些 家運台 那些 那些人的空間 又會有另一種局限 譬如我又認識一個很有錢的 幾十億 當然是他媽媽 那他就是 你知道男生也很想自己也闖一番事業 不是每次要做個裙腳仔 他又會想的 但是呢 變成是 他無論做什麼的 有什麼想法都好 然後當他跟媽媽說的時候 他媽媽都會說 哪裏夠本業好穩 又事實是 即是他們的空間 就是他們的機會成本太高 是 他們做什麼都開始不到 是 那又看到他有些 叫做 其實他可以過得更加好些 但是有很多這些壓力 或者一些無謂的 又不會無謂的 我想也有為的 總之他過得沒有一般人想像 有錢就一定好啦 那一隻 你知道湯肯斯有個兒子嗎 嗯 你不知道嗎 那你知道單數華盛頓還是兒子嗎 雙數華盛頓 雙數華盛頓 就是做天能的男主角 天能的男主角就是 單數華盛頓的兒子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叫雙數華盛頓 他是比較成功的一個 起碼拍到天能 其實湯肯斯是好兒子 湯肯斯的兒子 拍到極不紅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 這些真是活在巨人陰影之下 其實 我每個人都會每個人煩惱 這個我沒得說 你可好走花鐵離煩惱 恭喜你 希望不會有新的 你放心 一定有 這個世界一定有 我經常講一個故事 每個月都說要儲錢 你 每個都是這樣 每個月都是儲錢 每個月都是儲錢 每個月總是有些事發生 你是我不是 你不是嗎 你很厲害 我每個月都有些事發生 一是紅事一是白事 一是無端在家裡洗機壞了 一是今個月又要接搶鏡 每個月都有些事發生 這個世界都是我稱呼為萬物散尼 我現在明白你 你上了追求的人生 是將萬物散尼的事 希望完全掌握自己的手 所以就將自己的世界縮小 沒錯 就像剛才所講的 在房間裡有一張圓圓牌 其實你是想控制所有事情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自己想 又不是所有事情 但至少是自己 對 但是真正的現象界 就是一個萬物散尼的世界 其實你參與得越多 網不斷擠出去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多擠出來 賭博也是 拿回本金 生命也是 去到某個時候 你會很清楚想一想 你究竟要什麼 你究竟要回本金 不是十成 要回七成本金 要回二成本金 你要收一收 知者有些什麼 對 如果你全都放出去的時候 到頭來就反而不知自己有什麼 我想要告訴自己 究竟自己在追求什麼 我一向都沒有變過 我永遠都想整個成功的消息 你最清楚 但其他事情都是衛生館 咦 我們又說不到你補習 第三集 做三集 不是的 我們下次都是賭Sir 常公志話室第三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like share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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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